明年是行政长官选举年 基督教界别会有10个选委参与投票 而基督教协讯会将会透过抽签形式 选出2017年特首选举委员会基督教界别的选委 而我们特意做了一个懒人包 让大家了解一下抽签的程序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 和2011年行政长官选举修订条例 下届行政长官将会由1200名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投票选出 当中有10名是基督教界别选委 并由基督教协讯会负责协调产生 基督教协讯会决定以两轮抽签方式 选出2017年特首选举委员会基督教界别的选委 第一轮抽签 有意参选者可以透过四种提名方式获得提名 包括个人、堂会、基督教机构、中派总会提名 个人提名参选人 需要找20名年满18岁已受洗的基督徒提名 而每人只可以作出一个提名 也可以透过堂会或者基督教机构提名一位会友 同工或者该机构的基督徒参与抽签 最后中派总会亦都可以提名一位 属于该总会的基督徒参与抽签 每名参选人必须是已经受洗 加入教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所属教会需要是以登记的香港注册慈善团体 经过四种提名之后 会在第一轮以抽签方式各产生10名参选人 合共产生40名参选人 选举主任会进行第二轮抽签 产生10位代表基督教界的选位 提名期将会是9月29日至10月20日 第一轮抽签日期则为10月30日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可以浏览基督教协讯会网址 或者透过电话查询 鼓励大家也为到选位的抽签过程祈祷 愿上帝差派合适的人成为选位 也都求主保守 掌管香港的发展 如果你想重温今集的内容 欢迎你登入爱地球观察站的网页 也可以like创世电视的Facebook专页 而你有任何意见 又或者有资讯想提供给我们的话 都可以传email 或者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